找个傻子或找个傻子 还找个是没有能力的 你对我讲话那是什么得认可的 哎呀 李你好 真是刘姥姥进大官员 大海演技啊 咱看了这么多相亲节目 还是头一次见这样的要求啊 别人都是要求演员身子好 咱大妈倒好 直呼自个非傻子 不找非傻子不嫁 这癖好需求属实是理解不了啊 女儿家 这是姑娘教的 对对对 我姑娘带医生要教学呢 完了进修去上研究进修去了 我没人看孩子 我连接再送再做饭 喜算都是我的事 我来一年多了 暑假我就完事了 还多大了 还是小学六年 那六年级啥 那平时你咋照顾他呀 费不费心啥的呀 不费心 现在学习挺好的 他爸他妈都是那啥呀 不用过他太过了 他爸他妈都是老师啊 他妈是老师 他爸是姑子资源的 哎呀他工作都挺好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真是飞机上打点滴 水平高啊 大爷的女儿是教师出身 女婿又是高职闻员 还真是一个比一个出来把罪 大爷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啊 完全能把心思放在找老班上了啊 不太苦恼了 没有了就我哥一天还懂 飞的那我个节假日能回去看看我 你看就我哥多难 哎呦我成天上公园跟他溜花儿去 天天吃完饭就走 一进那两天大老头坐那老哥 老哥 老刚好跟你介绍一个 我说暂时先不说 我记得说吧 人生有三千级 唯有相思不可疑 大爷的女儿已经成家了一夜了 现在是女孩害怕老爸孤单 就帮忙照顾着孙子 但是之前逢年我姐也没人看望 大爷一整个就成了空巢老人 隔壁的老王都心疼大爷的日子 跟着老高昏三天二九顿 都忍不住给人家介绍对象啊 这屋挺宽敞啊 这屋宽敞 这是租的 90平方笔的吧 租的 租的房子 租的房子 原来自己房子给他爸了嘛 我俩离婚了 我姑娘离婚了也是房子上班了 我和我姑娘都没房子住 就是租的 房子多少钱呢 两千三吧 两千三 里面也不便宜啊 还行嘛 再跟我姑娘上班人 也那啥也方便 他们离得近 跟她在哪上班人 跟一带一万 高户 户人 啥叫高户 我就是文化水平高一点 吧少了 那高户的话 比普通户是正的多呗 是那意思吗 她一带一万的 你说呢 你说呢 你能当时的正的多 请教啊 有这么个好姑娘 还行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红娘一进门 就看到了大妈家 收拾的那叫一个宽敞亮丽 没想到一询问才知道 这是自个出租的房子 别人离婚都是有车有房 大妈倒好带着女儿 净身出货 其中的缘由也不好追究 虽然说没有个安稳的小家 但好在女儿足够争气啊 找个傻子 或找个傻子 还找个没有能力的 你对我讲话 那是什么得认可的 哎呀 李你好 你现在小老山了呢 不聊事后的感觉 别有 别让他有的 有老宝的 家里别有啥负担的吧 最好是 个头的一米七 是二十以上的了 性格和那个啥 比较开朗一点 爱说一点吧 别自己藏自己心眼的 啥的那是 真是冷灰里爆出热栗子 属实意想不到啊 大妈这次铁树开花 再逢一春 一问起 自个择偶要求 大妈却是直言自个想找个傻子 直言不想要聪明有能力的 还没等红娘反应过来呢 大妈就又接着表示 除了傻个头身高右 也有要求 咱也是账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都说要找傻子了 那还得这么多要求啊 我是能安心 我是能安心 能安心 我能安的 能安的 能那么远呢 不远 能安可不远 能安也不进内 不是在室内的 相远了 啊 能安我没想过能安 能不能安 咱俩也到一起 我可以领你溜达玩 我说 交通多方便 你看咱们做个小课 做三千里 一个小时就到能安 下车做小课一块钱 就一走走家门口 太方便 15块钱 一个小时就走直到 这农安的 这农安这个词 我就挺反感 我在这家生活 我在室内生活起来 对这玩意反感 不是 那你就今天同样 这个人假设 他不是农安的 他是酒台的 那也不行 那也不行 所以说跟这个农 他是不是农安 这俩字的关系 还是不大 不大 主要不是这个长寸 我的意愿是 是长寿式的意思吧 主要就是这个农安 那个词 就打托不了我 再说太远了 真是土地庙里田窟窿 属实不妙啊 爸妈刚跟大爷打过招呼 一听到人家家里是农安的 原本伸出一半的手 瞬间就缩回去了 眉头紧缩眼神 也一下变得不善 整的红娘也是扁的挑水 心挂了两头 要傻子咱还找个聪明人呢 没想到一半才知道 大妈是觉得两地相隔太远 不是成立的打动不了自个啊 你家几个孩子 我家这一个 这一个 结婚了 离婚了 怎么叫 你几个孩子 我嫂子 我嫂子 两姑娘一个小 这个是小子 那负担不算太重了 我一点负担没有 自己自给自主 啥事都没有 我现在唯一就缺一个 就缺一个 哈哈哈 就是一个 哈哈哈 去一个不能够成 咱也都在那 哈哈哈 都给我鼠整的 都不知道该打办好的吗 大哥还挺着 挺爱老师 还挺着啥的 哈哈哈 我跟你说实在 你要错过大哥的机会 你也很难碰 有的你没踏着懒的 情能的 敲饱不动 情能吃的 我告诉你 一天你愁都愁死你 一天你没有开心 我现在开两千八 我跟你说实在 我这一月再长了以后 这一回我再长 三千多 三千多 我工年还长啊 能行了我相送你 我把工资给给你 你就管你去吧 我就 我把你真正当成我的老伴 既然咱俩都到一起了 就说啥 我都把心交给你啊 不是他挺诚心 挺挺心 挺挺挺啥的 真是司马懿扶住啊 干败下风啊 虽然说大妈是觉得两人不合适 但大爷却是一点没有推缩的意思 反而是不对反戒 表示自个没有任何负担 当着红娘的面拍着胸脯保证 要是两人真的走到一起了 自个的工资就全权交由大妈管理 大妈听到人家掏心窝子的诚意 也是不由地夸赞人家真诚 人儿还挺好咱得说 咱得再说 应该正经人呢 责任嘛 所以关心的事儿好 主要就是这个农安那个词 就打头不了我 再说太远了 不是 那你就今天同样这个人 假设他不是农安的 他是九台的 那也不行 那也不行 九台也不行 所以说跟这个农 他是不是农安这俩字的关系 还是不大 不大 主要不是这个长寿 太远 离海还太远 那离海太远 那离海有点心意 你总放不下这个包裹 离不开孩子 孩子还能总在身边 必须放下来 随着老头走 你就过得幸福每一天 你活着就长 你惦记他们 你住会儿 你还是等于零 太保守一点也不行 不开朗放不下去 能拿着来放下去 到这个年岁来 必须得这么想 孩子咋的 孩子现在自己 也是离婚了 你说一个姑娘 不像小的 咱们讲话就没干啥 你这玩意说 咱人不行 就是他有何事 你还能跟他去吗 咋玩你是个半脚石 你咋的也不行了 真是端午节吃重的 皆大欢喜啊 虽然说大妈 是指乎两人相隔太远 不合适交往相处 但是大爷却全然一赴 不见官才不落赖 不见荒和不死心的态度 反而是开始劝导大妈 儿女排他的意识赔不了仪式 说不定过几年就成了人家的负担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大爷属实是世家模拟 高深莫测啊 姑娘啥事啊 自己啊现在就是 自己也能管好自己啊 就匹啥都抢 哎呀我非常想要放下来 必须得放下来 儿女总更一辈子 儿女都展示 也那天要走了以后 你错过这个时机 你再找我这样 你很难很难 高血压心脏病 心脏有点不太好 我还喜欢 高血压心脏病 腰影 腰影 疑是这样的 他血压稍微有点高 血压稍微有点高 血压稍微有的时候 空间在130左右 130 算4反正这玩意就不正常 有时候高点 有时候那啥的 现在你这种状况 我肯定不能接受了 那我就不能认可他了 他有这小时候 他开始要跟我说的一件事 就说是 我可以跟你回东南 那今天那忙 我都能承担了 我这么争取 你一点都对我 一点好感没有 那我有啥意义呢 你还电影闺女 还想找对象 还想离开闺女 现在他想找我回头 我都疯了 他这种状态 我接受不了他了 他们亲是真是 断了线的风筝 没死亡了啊 大爷正的准备扔出杀手锏呢 没想到大妈却直言自个一身病 不仅血压高 而且还有心脏病 大爷一听就坐不住了 直呼这样就是没有接触的必要了 毕竟咱这个岁数相亲找老伴 糊的就是安安稳稳过好于半生日子 这么多大病小病 可不一定会长久啊 你差不多行啊 这你叔来气了 不是来气了 把我放在说到呢 说得说得透过来 反正就是今天俩虽然没长 然后我们现场再给你们再争一次混 是不是啊 行 如将来如果说是有人能去弄完的 或者说是在长春有房的 能接纳你的你都能接纳 都能接纳 找一个踏实稳定的人 踏实过日 对 姨这头呢 主要就是想找一个长春室内的 有老婆 然后有双宝的 对对对 是吧 然后没有什么 没有不良嗜好 没有不良嗜好 是吧 行 但是我也建议你多考虑考虑熟的想法 就是说姑娘肯定也是希望你能好 对孩子咱的心也是有得得长的 是你有亲话 我们理解 但是像我跟你说 这个姑娘肯定也不希望你 希望是不希望 为她想 她也想让你好好的 你说是不是说 当其实当妈的永远惦记孩子 但是有的时候孩子 有更希望父母能幸福 别老惦记他们 对 真的是这么想 对呀 行 那今天就先这样吗 行 这样 好有合适的 我再给你俩介绍 行行行 那我们就先撤了 好了好了 谢谢了啊 有缘千里来相会 不缘对面不相逢 最后也是相亲失败 遗憾退场 不过咱大爷大妈 也最好别气馁 花开花落中有时 相聚相逢本国业 说不定咱再下个路口 就能碰到真爱了啊 咱们 咱们